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32期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大家请看啊 组件制,组合slot 什么叫组合slot呀 在咱们上期视频中给您讲解了slot的基本使用方法 那个视频啊,讲解的是一个slot 那么今天咱们要在子组件中运用多个slot 咱们把它组合起来,看看怎么用啊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只有一个slot的命名 咱们上一期没有对它进行命名,今天开始咱们命名 好,咱们先看一下slot命名的定义 就是说,在子组件中通过为多个slot进行命名 来接受副组件的不同内容的数据 听起来是不是又像天书,又像天书啊 好,那咱们先不管了,天书咱们把它略过去 咱们直接看例子,例子看完,您就明白什么叫天书了 咱们看啊,我给您定义了一个组件 叫做NBA全明星 这个组件有两种接受数据的方式 一种是参数 另外一种是slot 为什么我给您定义两种数据接受方式呢 就是为了让您便于理解这两种数据接受方式的区别啊 它的一同 好,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定义了全局的组件 叫做NBA全明星 然后他接受两个参数 C和PF C是什么呀 C是NBA,不是NBA C是篮球中的中锋的位置啊 那咱们就写上 在模板中写上 DFA中锋 等于谁呢 等于这个C C这个变量 变量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叫PF PF呢 是大前锋 咱们就写上 大前锋是参数传过来的PF OK,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为这个子组件还定义了 注意三个slot 或者说叫做三个插槽 这三个插槽咱们都给它起个名字 首先说 小前锋 插槽 分位 插槽 空位 插槽 那插谁 该怎么插 那就要看副组件咯 咱们看这个位置 换句话说 我要把这个spin 等于PF的 这个html标记的所有的内容 插到命名为sf的插槽当中 同样sg插到sg的插槽当中 pg呢 那就插到pg呗 一对样 不能错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咱们的例子 第一呢 咱们通过参数 接受内容 然后呢 显示在模板当中 第二 咱们通过slot 接受内容 显示在模板当中 好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今天的例子的结果 其实就是为各个slot加上一个name 和上一期呢 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好 咱们运行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哦 今天是32克 Let's go 大家看出来了 中风奥尼尔 大前加内特 这两个 咱们是通过模板的参数 传递过来的数据显示 接下来是小钱皮尔斯 分位雷阿伦 空位隆多 这三个 咱们是通过slot 接受的数据参数 这个叫参数不好了 应该叫做数据内容 好 咱们看一下页面渲染的doom的结果 首先是body 这没说啊 然后咱们打开 大家先看 用参数接收的两个内容呢 非常的干净 叫做DNV 中风奥尼尔 DNV大前加内特 就是这个内容的 原封不动的输出 仅仅是这个C的内容被替换掉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slot啊 稍微的就复杂一些 也不是很复杂 咱们看啊 皮尔斯 大家注意看 我这小钱是一个文本变量 这个不叫变量 应该叫做字面量 字符变量 字符量 紧接着是这个spin 皮尔斯 这个spin哪来的 我这slot并没有spin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原封不动 附模版的所有的内容 被插了进来 因为它们是SF1对应吗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在这个位置上 我动态插入了一个附模版的HTML块 咱们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同样 分位雷阿伦 空位龙多 也都是一样的插入 换句话说 咱们可以通过slot的方式 为咱们的子组件 传递HTML的内容 您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好吧 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讲解slot 命名slot的大概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的内容呢 和上期比较的话 仅仅是slot多了一个name 然后咱们在调用它时 也多了一个slotname的使用 仅仅如此啊 应该不会很难 不过如果您没有听明白的话 也没有关系 您呢 给我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呢会给您一一的解答 那么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呢 我放到了看中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在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